中版來回晃動 中盒內女子的眼珠 也跟著一下向左 一下向右 東看西看 淘氣又神秘 看著每個小時 你明白了 每個小時都有自己的故事 自己的運動 自己的年齡 我只是想說 這是我們的故事 歷史的故事 也很棒 這裡是安加爾斯克 中標博物館 位在伊爾庫茨克省的東南方 大約45公里 館內滿是滴答聲和悅耳中聲 晃動的鐘擺和回憶 見證了博物館50周年來的 點點滴滴 博物館展出大約2000個時鐘 和手錶 包含18到19世紀 歐洲全盛時期的收藏 在歐洲全盛時期 金碧輝煌的時鐘 是權貴家族不可或缺的裝飾品 此外館內也有其他意大利石或瓷器製成的鐘錶 大多來自西歐 俄羅斯和日本 科蒂克夫決定在1969年成立一個鐘錶博物館 來展示他所有收藏 後來市政府聽從他的建議 設立公立的博物館 接受他捐贈的200件鐘錶 館內名氣漸漸吸引越來越多的捐獻者 也成為鐘錶愛好者的必有景點 最近廣方又收到一位德國收藏家的大批贈語 是蘇聯在1930到1960年間製的手錶 總共超過170支 據說是蘇聯首家鐘錶公司初期生產的產品 非常珍貴 這組全新的館藏勢必吸引更多參觀人潮 也再次彰顯博物館的獨特地位 大愛新聞 陳映蓉 吳桂甄編譯 比東議民進行政局局長